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拍这个视频有点激动 因为这是第一个关于宝宝的视频 我前几天去做了NT的检查 然后我是在B超里面第一次看到了我的宝宝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 这个就是我的检查结果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说 祝小婷怀龙凤胎双胞胎 这个没有机会了 这一次查的明确的只有一个宝宝 没有双胞胎这一说 不过这个检查结果一切都是 非常的就是说正常 医生说很正常 但是说这个NT的话 现在只能看到大概的就是说 手脚呀 就是头什么的 然后就没有看得到特别细微的东西 就一些大的缺陷 或者是什么的 那种检查的话 要等到22周以后 再去做四维的时候 才能就是做一个准确的来说 这个大排机嘛 像我这个的话 目前医生给我的 就是说 看了我这个结果说 我这个一切都正常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看到宝宝 然后因为这一次做NT的时候 那个医生把那个显示屏掰过来 给我看了一下 然后说给我看一下宝宝的手和脚 然后我的宝宝非常的调皮 举着一只手在这握着拳 不知道干嘛呢 然后 思养八差的这样躺着 一只手握着拳 还挺可爱的 医生说太小了 现在只能看到四肢和脑袋 就没有看得到其他的地方 具体的要再到22周以后 才能看得清楚 就是说建议我22周到24周的时候 在做思维的时候看得清楚 这你还让我签字了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宝宝 所以说我有点激动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就是说 去做NT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宝宝的心情 是不是跟我一样 是真的 这边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这个是他的那个B超的截图 看到吗 这个就是宝宝 看到吗 就是他 因为现在还特别小 他现在可能只有这么大 不对 现在应该只有这么大吧 反正发育的还挺小的 然后等 等到20多周就 大了之后就能看清楚所有的东西了 不过挺好的 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这是我比较安心的事情 因为其实整个怀孕 其实最担心的 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 宝宝会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说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但是我的所有的检查 不管是检查我还是宝宝的 所有的检查都 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正常的 我希望以后我所有的产检 都是正常的 然后到了明年就顺利的生下 我们家宝宝 是吧 因为上一次我去检查 做了很多很多的检查嘛 就是说这一次就只做了这个B超 就是这个彩超 就是他说只需要做NT 然后到16周的时候就要做糖筛了 那个医生说糖筛是免费的 我之前听很多朋友说 有些地方不免费 有些地方免费 但我们这里是免费的 他让我16周的时候再去检查 然后接下来16周之后再是20周 反正就是感觉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要做一次产检 我就希望以后的每一次产检都是顺利的 而且是一切都是正常的就行了